美國總統準備在12月左右 會舉行一個所謂的民主峰會 現在我給大家看看網上的報導 首先這一篇是來自觀察者網 在12月26日 在美國國家利益的雜誌中 發表了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 和俄羅斯最美國大使聯合簽名文章 反對美國12月即將舉行的所謂民主峰會 現在很明顯 這個民主峰會是冷戰思維的明顯產物 意圖利用意識形態搞世界分裂 製造一個新的分隔線 和今天的世界發展相當矛盾 中國和俄羅斯堅決反對 說會在12月9日和10日之上在線上舉行 亦公佈了邀請名單 當然了 中國和俄羅斯堅決反對 他邀請中國和台灣省 而反而沒有邀請中國 因此中國國務院兼外長王毅 亦對這件事發展了嚴正的立場 民主不是美國隨意操弄的政治工具 台灣亦不是美國手中可以利用的旗子 你覺得很清楚 兩位駐美國大使文章中說 如果人民只是在投票時被喚醒 而在投票後被送去冬眠 如果他們只是在競選中 得到一些動聽的口號 而在選舉後失去發言權 如果他們在拉票活動中被討好拉攏 在活動結束後被冷漠為望 那是否真的民主呢 民主也指出中國擁有最廣泛全程的社會主義民主 它反映人民的意志 符合國家實際 得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 說到大力支持大家也知道 中國人民對中國政府的支持度 達到98% 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數字 而這個數字不是中國自己說的 而是由美國的學術研究機構找出來 那兩個大使都呼籲 某些國家應該集中整成 辦好自己的事 不是傲慢地批評別人 更加不可以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因為現在世界已經有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崛起 在國際關係之中 應該堅持互相尊重合作共贏 推動不同社會的制度 意識形態 敵史文化和發展水平的國家 和諧共處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封面 包括110個參會名單 當中不包括中國 羅勒斯 台灣省反而在 土耳其、埃及、美國表面的 憑伙伴不在其中 而菲律賓、印度、波蘭等活動人士 認為民主正受威脅的國家 現在還在那裡 這就是現在的一場大戲 而在今天俄羅斯那邊 他們都說出一樣東西 大家看到 基本上就說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 其實自己本身的民主 已經大有問題 而竟然以為自己是一個好的榜 讓外輸出 這是一個很搞笑的事情 在Spanic那邊 也有一篇文章 他們都說了 The idea of a democracy summit seems absurd 非常可笑 因為現在 美國已經不是民主 是一個proocracy 現在在那裡 民主 almost just died in 幾乎馬上死了 即是民主都死了 走去搞好這個事情 你不如搞好自己 這裏 另一個 美國大學的教授 Peter Kersnick 他就說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holding this time When democracy barely hanging on by a threat Makes no sense at all 在現在的時候 當美國的民主 本身是吊著一條線 已經吊著救命 現在來搞這件事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而在中國那邊 也有評論 這篇文章 相信大家都會看到 美國又要給世界看到一個政治鬧劇 這裏主要就是提醒他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標準 台灣除了作為中國一部分 並沒有任何其他國際法的地位 美國企圖借助民主之名 避開國際法制約 為台獨分子張木 只會讓世界看清楚所謂的民主 不過就是美國輕風作浪 打壓異己 大搞集團政治的工具 我們都知道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 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 應該由那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 美國式的民主究竟好不好 不妨聽聽美國人自己的看法 這裏的文章 我便拿了他們的研究報告 絕大多數美國人 對本國政治感到失望 只有17%的人認為 美國的民主值得仿效 德國那邊也有基金會做調查 超過80%的英美受訪者 認為本國政客是資本的傀儡 半數以上的美國民眾認為 民主制度在當時的情況下 毫不臭效 根據有關國際組織 近日發布的年度報告 美國首次被列入 民主退暴國家的名單入面 而在卓建明家那邊 亦有人說了一些話 提出他現在美國在拉幫傑 想重塑地位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拜登和上一任的分別 上一任是自己顧自己 橫衝 左衝亂撞 現在這個想說拉憑傑有 但是記住 你搞這樣搞 隨時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中國很簡單的 你要要求的話 就不答應你了 現在我們看到 美式民主根本毫不醜效 而進入民主退暴國家裏面 我們相信 可以預見到 美國所謂的民主峰會 只會遙其立喊 亦都把控民主的定義權 和裁判權 佔據不到道德高地 反而會自爆美式民主的虛偽 和商標 讓世界再次看到一場政治鬧劇 好